许冠杰在香港乐坛的地位到底有多高 1992年 许冠杰举办光荣影退会群星告别演唱会 大半个香港娱乐圈的明星都出席 各个许冠文都调侃到 歌神张学友更是表达自己的敬意 已经宣布风脉的张国荣也为他开金嗓 张国荣一直都把许冠杰当成自己的偶像 两人在晚会上合唱歌曲《沉默是今》 该首歌曲《张国荣》作曲 许冠杰写词 该首歌将古典和现在流行元素完美结合 许冠杰的老板郑东翰甚至亲自上台表演 场面可谓是空前绝后 许冠杰退影晚会能有如此殊荣 都跟他的努力和成绩有关 许师在当时的香港娱乐圈非常出名 各个许冠文不仅演过戏 后面还成为了导演 二哥许冠武一直从事电影幕后工作 三哥许冠英在《江湿先生》中担任主角 不仅演技一流 唱功也是没得说的 许冠杰作为家中老四不仅精通演戏 唱歌也无人能及 他被称为乐语流行音乐第一人 当时香港出于敏感时期 观众大多听到都是英文歌曲 甚至认为乐语歌曲是下层劳动人才听的歌曲 可许冠杰的出现打破该禁忌 其中极具异味的《铁塔凌云》 就是许冠杰唱红的第一首乐语歌曲 观众听到后 突然之间发现原来乐语歌曲也能如此好听 之后许冠杰一发不可收拾 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 很多人都说许冠杰的歌曲都是口水歌 黄瞻第一个站出来表示不满 他直接说到许冠杰的实力远不止于此 众所周知 黄瞻作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他要求非常严格 就连刘德华都被他在报纸上硬生生骂了三年之久 才获得他的赞许 于是香港乐坛掀起一场乐语风 越来越多的本土歌手和乐队都逐步转唱乐语歌 比如谭永林的温拿乐队 也从这时开始 校长谭永林便把许冠杰视为自己的偶像 而真正让他的事业再攀高峰的则是电影 许冠杰不愧称为第一代歌神 他不仅主演的电影大火 就连电影中的配曲也会跟着大火 1974年电影《鬼马双星》一经播出 便直冲当年的票房冠军 而作为跟电影同名的主打歌 更是销售高达15万张 成为第一首在英国BBC电台 以及香港电台英文台播放的中文歌曲 1975年 许是三兄弟联合主演的喜剧电影《天才与白痴》 蝉联香港年度票房冠军 同时作为同名的粤语专辑《天才与白痴》销量 也不容忽视 达到20万张 该首歌的歌词像绕口令 不仅讽刺一夜暴富的扭曲心态 还鼓励观众脚踏实地追求和实现梦想 1976年三兄弟再次携手主演喜剧电影《半斤八两》 再度蝉联香港年度冠军 并以853万的票房再破纪录 而同名粤语专辑销量再创新高 达到35万张 获得第一届金唱片奖百年纪念奖 半斤八两唱出了《打工仔》的心酸和艰难 让很多人都感同身受 时至今日 依然非常流行 当时该专辑火爆程度难以想象 当时坊间是这样说的 能买到许冠杰的专辑都是靠抢来的 自此之后 许冠杰越来越注重创作 在曲风上大胆创新 复杂难懂的旋律经过他的处理之后 都会变得朗朗上口 只要一听到歌曲的旋律 人们都忍不住跟着哼唱 在许冠杰的带领下 将香港本土流行音乐推上时代的舞台 许冠杰成为第一个在香港红看 举办演唱会的歌手 乃至最后获得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 他也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人 就连卢国战都曾在杂志上表示 如果将来有人为乐语流行曲写历史 记得把许冠杰写在英雄榜榜首 当时许冠杰就是票房保证 新议程老板看准势头 为把他挖过来 甚至开出天价片酬 许冠杰也不负众望 和卖家合作的电影《最佳拍档》 以票房2604万港元成为当年票房冠军 并且还是首部香港票房超2000万的剧作 之后趁热打铁 推出《最佳拍档》系列 依然年年占领冠军宝座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双周议程的出现 才终结他的票房神话 许冠杰除了最佳拍档之外 还有两个为人熟知的经典荧幕形象 一个是像澳江湖中的令狐冲 一个是花田喜事中的周通 出演令狐冲时 许冠杰已经42岁 与原著人物年龄相差悬殊 当时不管是论年轻英俊还是功夫身手 李廉杰都比他好 但许冠杰就有他独特的魅力 他饰演的令狐冲被称为最豪情版本 就连金庸对此都非常嫌弃 虽说外形不太如意 可许冠杰的沧海一生效无人能超越 成为香港武侠史上永恒的经典 许冠杰饰演的周通 在影片中是反派角色 可在许冠杰的演绎之下 除了刚开始展示的强师蛮横之外 到碰上毛顺云饰演的母夜叉后 反派也成了被霸凌的那一方 多了几分可怜兮兮的味道 他不仅能唱能言还能作词作曲 最重要他还是传说中的好男人 1966年 18岁的许冠杰在一场演出中认识妻子林宝 自此之后便坠入爱河 两人相恋五年后便步入婚姻殿堂 许冠杰从出道至今 从未与任何女星传出过绯闻 与妻子结婚51年 依旧恩爱如初 虽说港台乐坛不断推出新一代的歌神 可在很多歌迷心中 许冠杰的地位依旧无法取代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际 许冠杰为了鼓舞士气 70岁的许冠杰开了一场 没有现场观众的线上演唱会 一天之内观看人数高达225万 一个小时之内 他自弹自唱20首经典歌曲 从狮子山下到沧海一声笑 无一步勾起观众的回忆 歌神再次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宝刀未老 其实这不是许冠杰的第一次复出 2004年 许冠杰也曾付出过一次 因为前一年 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 先是非典弄得人心惶惶 然后又是他的 只有张国荣和梅艳芳先后去世 接连的打击之下 香港乐坛处于低迷状态 许冠杰为了鼓舞士气 他专门发行专辑歌神与您继续微笑 回看许冠杰在乐坛做出的贡献 就可以发现 许冠杰的歌词通俗易懂 非常擅长将香港本土民间小调 与西方流行音乐巧妙结合 甚至还加入摇滚元素 在演唱方面更是让观众爱到难以自拔 不加修士的唱法不仅动听 还非常朗朗上口 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唱的那种 许冠杰哪一首歌曲最深得你的欢心呢